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疫情的转变 新的指导方针可能会迅速调整 他在担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的任期 即将届满一年之计表示 我们莫有传达很多情况下的不确定性 维兰斯凯说 他正在接受媒体顾问的指导 致力于更清楚的传达CDC的政策 他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举行更多的简报会 这些简报会与白宫COVID-19应对小组的简报会分开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公共卫生专家建议单独召开CDC简报会 以强调该机构在疫情中作为独立 科学的声音及角色 最近几周 维兰斯凯和CDC应戴口罩和隔离要求的 疫情指南进行沟通 而受到公共卫生专家的批评 据报道 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员也表示 该机构的最新指南有实难以理解 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CDC发布的指导方针令人困惑 也为具有传染性的Omicron变种在全国范围爆发感染 去年12月27日 CDC将没有症状病人的隔离期缩短了一半 公共卫生专家表示 如果人们仍然具有传染性 则在五天后莫有COVID-19检测阴性的情况下 结束隔离可能会带来风险 1月4日 CDC更新了指南 未想要在隔离前进行检测的人添加了新的说明 但并不要求人们接受检测 该指南于1月9日再次更新 提供了有关监测症状 及如何计算隔离天数等更多细节 维兰斯凯说 隔离指南是基于100多篇研究Alpha和Delta变体的论文 以及医疗机构最近的报告 而这些研究是在Omicron变种 在世界范围内激增之前完成的 他告诉华尔街日报 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获得Omicron特定数据之前采取行动 在威兰斯海和其他官员看到人们需要有关使用快速检测来检查传染性的指导后 CDC决定在1月份增加有关检测的信息 他指出FDA授权的快速测试病不是为了摆脱隔离 因为他们应该在基天内反复进行 但美国公众需要知道 他说如果检测阳性的 你可能应该待在家里 但是检测阴性并不意味着你莫有传染性 我们需要非常清楚这一点 威兰斯海还表示 他计划解决国家公共卫生数据收集方面的差距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CDC从州和地方系统收到的报告可能不一致 公共卫生官员表示 缺乏集中系统导致疫情期间对Delta和Omicron激增的反应迟缓 威兰斯海说 在疫情之前 全国只有不到200家医疗机构的电子健康记录 与CDC的数据收集系统相关联 一些州在疫情开始时无法提供COVID-19阳性病例的电子报告 不得不发送传真 一些州在负面结果之前发送了正面结果 也为他们没有能力输入所有案件 威兰斯海说 现在由于联邦资金 数以万计的设施 已经升级了电子记录系统 但仍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为实现联邦政府及3050个卫生部门国家公共卫生数据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将在十年内耗资约300亿美元 威兰斯海说 此事不会以COVID结束 这不是一劳永逸的努力 健康生活编辑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